到了夏天的很多的人都白天的时候努力工作,下班的时候就会约上几个亲朋好友,在烧烤盘上吃吃烧烤喝喝啤酒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。 但是经常的喝啤酒对于肾脏不好的人来说,就会是身体里的鸟酸不断的堆积,从而就会很大程度上导致肾小管的堵塞,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肾脏的功能不断下降,一步步走向肾脏的疏竭。 肾脏不好的男性睡觉前做这三件事,你的肾脏会非常的感激。 一,不要熬夜,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有熬夜的习惯,不是在加班工作就是在口手机。 长期的熬夜会是身体的免疫力直线下降,人在睡眠的时候身体里的器官器官也会进入了到自我修复的状态,而肾脏的排毒最佳时期也是11点到凌晨一点的这段时间。 所以经常的熬夜会使肾脏的负担增加,同时有很容易得其他的疾病。 二,每天保持良好的心情,按照中医理论,导致人体经常的烦躁的主要原因,就是身体内的火气较大所导致的。 经常的生气烙怒也会使身体中的火气变大,而长时间的火气大,就会对肾脏有非常不利的影响。 所以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健康肾脏,每天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,也是非常有助于肾脏经济的养护的。 如果你的肾虚比较严重的话,那么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隐食已经无济于事了。 所以建议考虑药物的,在这里不建议使用西药的方法,因为副作用非常的大,可以采用安全有效的方法中医高脂疗法。 这个方法在著名医刊中医杂志中登载过一款古宝质的高脂,情势重逢高,而且已经获得了文化遗产的称号。 对男性肾脏的各种问题都有非常好的疗效,现掏出方便了生活,足不出虎就能寻到,玩玩手机就送到家。 三,脚部的保暖,人体的脚部包含着很多人体的食味,所以做好脚部的养护,也会对肾脏起到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 而人的脚部也是离我们肾脏比较远的部位,所以也是非常容易受到风寒侵袭的一个部位。 因此,人的脚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暖,可以养成睡前热水泡脚的习惯。 当然,除了以上的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养肾护顺以为,日常的合理饮食也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养肾效果。 下面就给大家推荐将几种对我们肾脏非常有益的食物。 一,宝菜。 宝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以及胡萝卜素,和身子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。 宝菜中含有很多种植物的化学成分,而这些成分可以很好地消除身体中的自由基,对肾脏非常有好处。 所以有慢性肾病的人可以多吃一点,有助于恢复肾脏疾病。 二,黑芝麻。 黑芝麻是一种生活中常见的食品,中医也讲过黑色入肾。 意思就是说经常的食用黑色的食物,有助于对肾脏的保养。 而黑芝麻里也含有很多种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,可以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,具有一斤血,养物五脏的功效。 而且经常的食用黑芝麻可以有助于滋养脑细胞,还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效果。 三,核桃,核桃是最常见的坚果之一,而且核桃的功效也非常的多。 核桃不仅是一种食物,同时也可以入药,核桃具有补肾、润肾,以及肾虚所致的腰吸酸软,以及尿病等症状。 核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油脂,还可以预防大便的密节,而且核桃还具有补肾的作用。 其实补肾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,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的。 在这里主要是要提醒大家,除了日常生活中的许练补肾之外,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。 比如说经常的参加体育运动,以及保证充足的睡眠,都是至关重要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